有些是想开了,你就会明白,在这个世界上,你就是你,你痛,痛你自己,你累,累你自己,就算有人同情你,那又怎样,最后收拾残局的,还是要靠你自己。 记住,有些人你可以期待,但不能依赖,时刻告诫自己,努力,坚强,天上下雨地上滑,自己滑倒自己爬,每个人的路都得自己走,累不累,只有自己知道,每个人的累都得自己擦,任何人也无法代替你自己,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来,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,是因为不得不走。 这中间的过程就随心的活着吧,人一辈子过得不易,酸甜苦辣,悲观离合,我们都要好好的活着,在有生之年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,与其取悦别人,不如快乐自己,能把困苦的生活,活出失忆,把薄情的世界活出深情。 这才是本事,活达不一样,结果也不一样,如果你的生活以金钱为中心,你会活得很苦,如果你的生活以儿女为中心,你会活得很累,如果你的生活以爱情为中心,你会活得很伤,如果你的生活以贪比为中心,你会很苦闷,如果你的生活以宽容为中心, 你会很幸福,如果你的生活以贪比为中心,你会很快乐,如果你的生活以感恩为中心,你会很善良,送给所有活法不同的人,身份适合自己的活法。 所以,一定要照顾好自己,什么都不是自己的。 唯独身体是自己的,最重要的只有健康,学会照顾自己,爱自己,生活就这么现实,且心且珍惜。 当你累了,会有很多人对你说,累就别干了,可给你钱花的有吗? 当你生病了,会有很多人对你说,吃点药吧,可真正给你买药的人有吗? 当你说手机不行了,会有很多人对你说不行就换一个吧? 可真正能给你坏的人能有吗? 当你遇到困难了,会有很多人说没事,可是真正能帮你的人会有几个。 不要只听说,要看怎么做,这个世界从来不缺看热闹的。 努力吧,你不努力谁也认不了你想要的生活,别缠着往事不肯走,别赖着曾经不放手。 当一个人忽略你时,不要伤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,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,最尴尬的莫过于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。 其实你明明知道,最卑贱不过感情,最凉不过人心。 你必须明白,要走的人留不住,装睡的人叫不醒,不喜欢你的人感动不了。 每个人,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,然而,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。 太阳一到中间,马上就会偏息,越圆,马上就会越亏。 所以,有缺憾才是很久,不完满才叫人生。 其实,最好的境界就是花位开拳,越为圆,肯低头,就永远不会撞门,肯让步,就永远不会退步。 求缺的人,才有满足感,幸福的人,才有幸福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